西西里岛 西西里岛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岛屿 你可以看到几百年甚至是一千多年前的各种多元的文化的融合 因为有很多人都通知过西西里岛 首先去的第一站是巴勒姆大学 那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之旅了 我们去的呢应该说是它的原来的那个校址 那栋建筑有将近一千年的历史 这个建筑里呢还是可以看到很多这个十四世纪甚至是更早的时候的这个壁画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我们有英语,我们有英语,我们有英语,我们有英语 我在巴勒姆大学呢收到了一份非常珍贵的礼物 所以我的朋友,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 这是一个第一个文化的文化 这是第一个文化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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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从这一段时间到来 中国和欧洲变得更近 我们中国的传统呢 这个《儒家思想》最早被翻译成拉丁文的一本书呢 就是珍藏在这个巴勒姆大学 然后呢我是得到了一本复课版的非常非常的珍贵 我希望你能赞给你这个非常有意义的贾 所以我希望你感谢 谢谢 谢谢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中国和欧洲的友谊 我会继续做得好 谢谢 它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的古代的书籍的装订的规格 来装订的 在那本书里呢 你就可以看到每页上右边的一半呢 是这个中文文言文 然后左边一半呢就是横排的拉丁文 很有特色的一本书 很值得珍藏 好 也跟你在哪里 然后 being一再来等一个位置 对了 要看房间 直接放在帐ル二 那边是这样 我只是这么多的分自会 用对着 如果还刷开了 你是怎么这么小的 你好 既然是主方八州 不大 dyed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